我们再来看由国家捐助成立的法律辅助基金会 本来的目的是要服务弱势族群 但是有民间团体批评 现在的法副基金会已经也变成了官僚机构 他们要求修法改善 越南籍劳工杜先生雇主欺骗他签署扣薪单 他情急之下抢走仲介人员皮包 撕毁薪资单被告上法院 他向法副申请协助打官司 却得不到帮助 因为法副基金会在审查后 认定他确实有犯罪 不替他找律师 害他后来必须去找其他团体协助 而法院认定他符合民法151条的自助行为 今年10月25号判他无罪 弱势的民众自己到法院打官司 到最后法院判决他无罪 所以从这个个案可以看得出来 法律服务基金会的这个审查 他日益的空洞化 法福在2004年成立 成立到现在运作即将满十年 民间团体观察 法福不管是在律师素职 以及审查服务对象资格上 都出现问题主张应该修法 在资历的审查很麻烦 譬如说很多卡载族没有过 很多外劳外籍配偶 所以因此我们订定中低收入户 不要是原则上不审查资历 原则上不审查资历 蓝领的外劳 弱势的外配 特殊建议的家庭 游民卡载族原则上不审查 民间团体也成立守护法福联盟 要求全面检讨法律辅助法 也认为未来应该明定部分辅助 集聚集分担比例 让民众请求法律辅助时 得到的结果不至于是全有或全无 而联盟也强调 未来将透过民间力量 积极推动修法 记者玄慈庄志诚台北报道